好了,同學,我們這一課主要是講折射率 如果我們跟回本書的陣情去看 你看看,它說光線,留意了,開放節筆 它說,光線的編折程度是視乎光速的改變 我們現在講光由,由一個地方進入另一個地方 譬如現在這個情況,由真空進入另一個界質 由真空進入另一個地方 好了,記不記得我說過光脈和光疏的情況 由N大,光脈和光疏是一個比較 總有一道脈一道疏 如果折射率沒有改變過的話 其實它沒有穿過煤界,這樣就直行 但是如果由一個地方,由A去B 它有光脈去光疏之分 N大,一比較的話,這個就N大 這個就N小 OK 如果由光脈去光疏 它會偏向還是偏微發線呢 如果反過來,N小去N大 它的情況又如何呢 誰回答我 好,看看這幅圖 現在真空大還是小 真空,如果你看回N 真空是大還是小 任何一個界質 真空是大還是小,請回應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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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空是1 其他界質全都大 怎麼看見呢 波龍 波龍 是嗎 好 所以如果由 我看回這幅圖 由N小去N大 這幅圖指的是由N小去N大的 看不見到 現在看這幅圖 N小去N大 告訴我 它的入社角 這裏叫FETA1 這裏叫FETA2 FETA1大還是FETA2大 FETA1大還是FETA2大 一大 一大 即是反過來 由光梳 這裏是光梳 應該這樣說 這裏就是光梳 是光物的 即是介質 我講介質 N小去N大 光就會偏向 發線 怎麼出來了 這裏是光梳 是光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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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N小去N大 光就會偏向發線 這裏要記住 行不行 好 如果反過來 由光梳去光梳 如果由光梳去光梳 在講的 就是N的直大 N的直大 記住是兩個比較 是兩個媒介比較 N大去N小的話 光就會偏離發線 剛剛這樣反過來 這個 這個 我們可以在實驗裏面做到的 這個 是可以透過不同的實驗做的 即是以前古時 都做得到這些實驗 所以 這個情況不太難 好了 跟著我們最後 最後 還要給它定義 N等於C除V 那些東西都去哪 N等於SilverV N等於SilverV 好了 先看看 這裏 出了少少示範 好 這條先拆掉 不關事的 好了 那 先去摸筆 好了 那這個情況 你看到 喂 它沒有了我的書 真的很麻煩 好了 在這個情況下 留意一下 N等於C除V 是一個定義 所以 除出來 一定是大於1 除出來 一定是大於1 這個要注意 好了 我們繼續看這本書 既然我們定義了這件事 我們就要看折射定律 折射定律的意思 跟反射定律有點相似 大家都在同一個平面上 好了 這個 這個 是個常數 是什麼意思呢 我現在 就打算 給大家看一段影片 OK 好了 我先分享畫面 大家見不見到 youtube 大家見不見到 很多人都覺得有公司衣補就足夠 不用再買額外衣補 但是你 大家好 大家看不看到 好了 再來一次 有兩條影片 大家可以看一看 好了 留意一下 是時候考驗一下大家 究竟有沒有做一個偉大的方學家 聽不到聲音 聽不到聲音 聽到聲音 應該都要看得出 藍色的數字 其實就是紅色的數字的一倍 這兩條題目 究竟跟做科學家有什麼關係呢 其實第一條裡面 兩種數字就是科學家去量度 入射角 Angle of Incidence 和反射角 Angle of Reflection 的結果 由於我們發現 他們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就說 入射角 等於反射角 The angle of incidence is always equals to the angle of reflection 這個就是反射定律 The laws of reflection 今天我們要講的是 折射定律 The laws of reflection 所以一樣 科學家都要量度一下 The angle of incidence 和折射角 Angle of Reflection 結果就得出了以下這兩組的數字 你又看看他們有什麼關係 好了 我給大家看看有什麼關係 有什麼關係 誰答我 有什麼關係 如果我叫你去形容這兩組數字 這個可能在通識 或者人民學科那些 你會考慮的 如果我叫你去形容這兩組數字 你會怎麼形容 你會怎麼形容 請回應 Babies 那個藍色數越大 那個紅色 就越小過一倍 好應該這樣說 藍色大的幅度 是小過紅色大的幅度 是不是這樣說 鑑龍 是不是鑑龍來的 這個是 將來我告訴你 如果你有想過去考公務員的話 你是要考試的 其實他會有一份數據的卷 去給你檢查 你要形容一些關係 這個是其中一個訓練 阿Sir考過的 所以我要讓你們知道 問題就是說 你要懂得形容這些 好了 藍色大的比率 就是紅色 藍色增加同時 紅色都會增加 但是藍色增加的幅度 是大於紅色增加的幅度 其實這個就要形容 好了 我們繼續看這段影片 看不出來 就這樣看的話 正常人除了看到兩組數字 越來越大之外 應該都看不出 有什麼明顯的關係 但是科學家就不同了 他們浪費了所有的數字 今次你應該很快就會發現 藍色的數字 大概就是紅色的數字的一倍 如果你將他們放入一個Graph 你會發現 他們就會形成一個穿過原點 Origin 我們科學家很喜歡找直線 物理很喜歡找直線 所以說 the size of the angle of incidence 和the size of the angle of reflection之間的關係 就是一個正比 directly proportional的關係 又或者我們可以說 side i 除 side r 是等於一個constant 上數 也就是說 不管你一個incidence 有多少 也好 這個比例 都是固定不變的 這個就是 the laws of reflection 裡面的第一條 第二條 其實就是跟反射定律 the laws of reflection 相似 the normal incidence rates and reflected rate all line in the same plane 即是發線、入射線和折射線 會在同一個表面上 OK了 這裡 好了 看下一條 大家好 我發現很多人吵架都喜歡不斷重複 我厲害 你差一點 在物理裡面 當我們要跟別人爭論 我高一點 他大一點 你重一點 其實我們是不需要不斷重複的 因為我們可以用數字去做比較的 例如誰高一點 我們就用斜去量一下高度 又或者是 哪一個大一點 你便量一下體積 哪一個重一點 你便量一下重量 那如果我們今天要看一下 怎樣去比較光線 lightways折射reflect的幅度 那我們又應該用什麼數字呢 要解答這個問題 你就要懂得折射率reflective index 那你就會說 傻的嗎 用什麼說這麼多 你打一條lightways下去 就可以一看就看到誰reflect得更厲害 沒錯 那你也對的 但這個說法其實有些事情要注意的 第一 由於在不同的介質 medium 做同樣的實驗 就會有不同的結果 所以為了公平起見 我們一律都會在真空 vacuum之下 去做這個測試 第二 記住 我們比較 或者我們現在常說的折射率 聽住 我們常說的n 我們其中入那邊 我們入那邊 要是真空 我們入那邊 或者當是空氣 如果你記得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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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等於c除v 這個c就是在真空的速度 ok 然後量度一下 好了 但你剛才也講過 或者剛才那條片也看過 我們的n 也會等於cv i 除cv r cv r cv i和cv r 是什麼意思呢 進去的角度就叫cv i OK 折射的角度叫cv r 所以我接下來 我就把這個名字改成cv i 除cv i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一會兒我就告訴你 ok 有時其實我們都要知道 物質的折射能力 僅相差有多遠 所以我們有必要 去用數字表達 用鑽石diamond 和玻璃glass 去做這個例子 出來的結果 就會是 我們發現鑽石reflex light space 的效果 比玻璃更厲害 好 如果你記得我上一堂講過 當折射越厲害 即是說阻得越厲害 代表N就越大 OK 所以如果大家進去的時候 都是真空 大家進去射角都是i 的話 你看一下 鑽石的折射角 是小很多的 即是說光在鑽石裡面 是遠走得慢的玻璃 記住 阻得越厲害 阻得越厲害 代表N越大 再說一次 阻得越厲害 代表N越大 或者反過來 N越大 速度就阻得越多 也代表折射就會大了 OK 折射就大了 折射大了怎麼看 就是看這兩個的相差 看這兩個的相差 OK 那你就知道了 OK 好了繼續 根據折射定律 The Laws of Refraction 即是The Sign of the Angle of Incidence 和The Sign of the Angle of Refraction 之間的比例 鑽石是大過玻璃的 由於這個比例越大 代表折射得越厲害 也就是說折射能力也都較強 所以我們就會叫這個比例 折射率Reflective Index 透過比較Reflective Index的大小 我們就可以知道 哪種物質的折射能力強一點 例如LightWay由Vacuum 積入Diamond Diamond的Reflective Index 就是2.42 那就是說 The Sign of the Angle of Incidence 和The Sign of the Angle of Refraction 之間的比例就是2.42 再舉多個例子 如果LightWay由Vacuum 40Vacuum 基本上它的速率是沒有改變過的 就是說LightWay是不會轉彎的 也就是說 The Sign of the Angle of Incidence 和The Sign of the Angle of Refraction 之間的比例就是1 所以 Vacuum的Reflective Index 就是1 由於現階段學的物理 你裡面 LightWay和Vacuum裡面的速度 就是最快 所以 Reflective Index 最小就是1 不會有小過1 而空氣 Air的Reflective Index 是1.0003 所以很多書都會把它化解做1 也就是說 和Vacuum是一樣的 當你明白了什麼是折射率Reflective Index 之後呢 不妨去一下Wikipedia維基百科 看看不同的物質的Reflective Index 究竟是多少 好 好了 那我這裡就停止分享了 好 回來這裡 好 這段影片很快的 所以跟著這本書 我們慢慢去看一次 好了 剛才說過折射率的情況 我不用再重複 再重複就太沉了 好了 我們現在就看看 整件事發生什麼事呢 剛才說折射率 他叫你比較 你也看到 誰走得最慢 應該這麼說 光在哪個界質裡走得最慢 一定是真空最快 記住 誰可以回答我 走得最快還是最慢 在checkroom打ABC 你打個次序 走得最慢的寫詩 誰走得最慢 在checkroom打 請回應 如果你覺得A走得最慢 就打個A B走得最慢 就打個B C走得最慢 就打個C 請回應 請回應 checkroom 好 一個兩個 只有兩個 繼續 麻煩 一直下 這條式 你DSE就不要不懂 考過 如果叫你排次序 C是最慢 由慢至快要排次序 你會怎樣寫 萬至快 如果你覺得A最慢 就是ABC 如此類推 在checkroom打 打個次序 由慢至快 由慢至快 麻煩 好 看到博龍打CBA 繼續 其他人呢 浩天也大了 大家要幫忙回應 我才知道你懂不懂 麻煩 麻煩 繼續 麻煩有回應的同學 繼續 come on keep going 麻煩 成匡 哪裏有D 我看你打CDA 我看你打CDA 我看我的反應 很快 你看我的反應 快點 幫忙 麻煩 沒有了 你看比較的節射 其實我一直在說 節射的幅度越大 記住是比較的 幅度越大 你看過相差越大 但是呢 速度越慢越多 因為現在三個都跟真空比較 所以C那個已經走得最慢 其次到B A又走得最快 另一個 就叫做對節射率 有初步的認識 好了 下一頁 剛才說實驗怎麼做呢 你記得如果剛才這條片 我們不是說過 張入射角 和節射角做過比較嗎 其實現在呢 你就看到這個實驗了 如果假設 射正這裏的中心 射正中心點 OK 射正這個位 行不行 入射角一直大落 如果 記住 直入理論上是直出的 10度 20度一路走下去 同學你見不見到這裏有反射線 當然我們看折射的時候 反射線就不要考慮它 因為我現在的目標先看折射線 因為我現在的目標先看折射線 OK 這條是折射線 而你也看到光暗程度 折射線是遠光於反射線 所以我們現在先看折射線 反射線我們暫時不看 好了 可不可以讀到的角度 這裏都是零 你看到我畫兩條髮線 這個就是入射角I 這個就是折射角R 或者我用更好的名字給它 其實我可以寫成 這裏就是VetaI 角I 這裏就是VetaR 那你就更加容易看得到 可以在梁國戲那裏讀 對嗎 那我一直增大 一直增大 這隻角力量上都會慢慢增大 OK 剛才的組數 博龍搭了那個情況 好了 我們繼續看 這個步驟一路走去重複 一路去重複 最後呢 留意 最後會Port個表 好了 我們將 入射角 這個叫FetaI 這個叫FetaR 你叫一二二三 差點是怎樣的 一樣 你有個表 入射 或者這裡射 那就是折射的那條線 你有這個表 好了 當你今天上完課之後 說得折射的 我們會做什麼呢 把两个表每个数据浪费一次 留意浪费完后会怎样呢 你就会看到下面的表 浪费完后你就会看到这个表 这个表讲什么呢 就说我把它浪费完后 浪费FETA1每个按一次机 就出了这个表 出了这个表之后 入那个是FETA1 即是入射那个 折射那个叫FETA2 入和折射做一次比较 就拍了个表 这个代表什么呢 0.26 0.16 对于FETA2来说 0.16 这里是0.16 它对应这里 就是0.26 你们应该要认识一下 这个是X轴 这个是Y轴的东西 有一个座标呢 这个座标就是0.16 0.26 如此类推 X轴座标Y轴座标 你就会拉着直线 你会发现零零的 同学 为什么 在这个实验 一定会穿过零零的 为什么一定穿过零零的 请回应 为什么一定会穿过零零的 谁去答我 请回应 为什么一定会穿过零零的 谁去答我 因為它是斜的,它左邊那裡其實是負數,但現在是由零開始介入右邊那條,向上那條線 我想問,如果入射是FETA1,對嗎? 我想問,如果FETA1等於零的時候代表什麼? FETA2也是零 為什麼? 因為它沒有角度,在點上 這個反而就是答案,剛才第一次答,答得不好 當入射是零,直射進去,你想一下車輪 兩個一起接觸界面,是不是理論上不會有快慢之分? 它就會直出了 所以直入必定直出,明白我的意思 直入必定直出,所以當入射是零,折射FETA2都應該等於零 明白我的意思 所以它一定會浪費零,也等於零,所以自射那邊也是浪費了它就等於零 所以零零那一點你要檢查 有零零,這樣就代表,這樣就代表什麼?浪費了它之後它也是零 最後,你就會看到它一定通過零零,明白我的意思 明白我的意思 一定要明白這個,因為入射,折射 好了,留意這條題目最難的一道 它問什麼呢?很多同學都做不到這一步 折射圖的斜率,就是線圖的斜率是什麼呢?就是N 要問你這幅圖的物理意義,斜射FETA2的物理意義是什麼呢?就是折射率 所以可以靠實驗去找到這個情況,1.52 明白我的意思嗎?可以透過實驗去找到不同物件的折射率 這就是那堆折射率怎麼找出來 好了,當你處理到這一步的時候,好,先問一問 有沒有人聽不懂或者跟不懂的? 我們教了一件事而已,圖圖的折射率 還有那個定義 N就是C,是V 我們定義了這幾樣東西,由頭到尾都 Hello,可以嗎?不可以嗎? B的斜率為什麼是0.76和0.5? 好問題啊,波龍,好問題 為什麼,再問一次 為什麼是0.76和0.5? 為什麼是0.76和0.5? 好了,0.76在哪裡呢? 0.76在這裡 他選擇了一點漂亮的來做 他選了一點漂亮的來做 你選擇一點漂亮的,不湯不水的 他選擇了剛剛紮正這條街 所以看到0.5就是這樣 其實他可以選擇這裡來做 0.4和0.6都可以 明白我的意思嗎? 那就變成0.6-0除0.4-0 算出來是可以有誤差的 算出來是可以有誤差 去到DSE也是 所以他選擇了一點漂亮的 你說你究竟哪些點漂亮呢? 他就選擇了這一點 但如果你問我,我可能會選擇這一點的 可不可以嗎?波龍 就是根據你的圖 可以嗎?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 在這裡,我也說多一點點 聽著 這一點對於很多同學畫圖 是做得不好的 聽清楚 我想問現在 現在你剛剛學完 在折射律這一部分 是不是一定能夠計算直線? 這個是直線來的 我們剛剛討論過 這個必定是說直線的 對不對? 好了,來了 如果萬一你撥出來的圖 那些點是這樣的 譬如 如果是這樣的 聽著 如果你做實驗 做到些點,浪費完之後 是這樣的樣子 其實 有同學是真的傻的 好了,他傻在哪裡呢? 沒有實點 好 來一次 好了 如果萬一 那些點你撥出來的 是這樣的 看著 有同學可愛到 我改卷 都見過這樣的 當你出到這樣的時候 你就不要說你讀過物理了 為什麼這樣說呢? 那我想問 這六段段線的斜律都不同 那你拿哪一段 是不是? 所以如果你萬一真的這樣的話 你萬一真的這樣的話 那怎麼辦呢? 那我就給你一個很整日用起物理的方法 我們就要找一條 叫做趨勢線 趨勢線是什麼呢? 未必要經過這麼多點 但是那條線 最好盡量接近每一點 盡量接近每一點 這條就是好的趨勢線 這個我在實體的時候 看到大家 我再教大家一點 但是我要盡量找一條線 去接近所有的點 就未必要穿過所有的點 這個口處 簡單來說 是幫你解決了一些 你做實驗上的 error 即是實驗上的誤差 因為可能每一點都誤差 你才會這樣 那條線不漂亮的 如果你誤差越少 是不是應該盡量 每一點都在線上 如果你每一次都誤差 那我就找一條線 平衡所有誤差 就解決了你 起誤差上的問題 那這個就叫趨勢線 那希望大家 可以之後看回這條片 希望記得我說什麼 OK 好了 那我跟著看下去了 跟著看下去了 好了 跟著你要處理一樣什麼呢 我把剛才這堆東西 變成一條公式 這條公式 就真的是天下無敵了 這條公式就是天下無敵了 這條公式就是天下無敵了 意思是什麼呢 剛才一直說到 入的時候 在哪裡入呢 是空氣或者真空的 在空氣或者真空的 OK 好了 接著就去另一個介質 我叫做第二個 N1 是空氣或者真空 N2 N2就是那個介質 OK 好了 所以如果我計算出來是N2的話 簡單來說就是除了N1的比較 好了 把這條公式變一變 之前你學過的所有東西 你可以忘記 但是這條公式 你就不能夠忘記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現在把它移一做移項 OK 移項到這裡 N1 入那個叫 為什麼不寫N1 因為N1是1 好了 你哪裡懂 讀一次給大家看 N1是P1 等於N2是P2 在這一課裡面 還有一件事你要記得 就是N的定義 N的定義是C除V OK 如果在圖的表示 在圖的表示 其實N就等於P1 P1除P2 好了 留意1 1是什麼意思 是進去的部分 1是進去的部分 2是出的部分 明白嗎 所以N1就是進去的時候的折射率 P1 N2就是第二個介質的折射率 就是P2 配合 而且你要留意 P1和P2 必定是發線所成的格格 明白我的意思 明白我的意思 一定是由發線所成的格格 這部跟不跟到 N1P1等於N2P2 好 同學跟我朗讀一次 我逐個問一下 Adel 你先讀 每人都要讀 Del N1P1等於N2P2 N1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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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2P2 歷行到你,我每個叫 歷行 歷行請讀 讀一次剛才的公式給我聽 還沒開麥克風 歷行 讀一次公式給我聽 左邊那個 我教了哪個公式 剛剛我讀完哪個公式 我重複了十次公式 待會我逐個叫名 讀這條公式 N1SINFETA1還是N2SINFETA1 接著N2SINFETA2 歷行 浩天 N1SINFETA1還是N2SINFETA2 拜託,佳聰 我今天要點命 佳聰 到你 佳聰 開啥回應 佳聰 讀一次公式給我聽 N5SINFETA等於 有 有 Come on 佳聰,你哪個不懂得讀 N1SINFETA1等於N2SINFETA2 麻煩 沒有聲音 加聰 加聰 沒有聲 喂 是,聽到 讀一次 麻煩 N1SINFETA1等於N2SINFETA2 好 我跳一跳 鑑身 鑑身 是 讀一次聽聽 喂 鑑身,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吳鑑身? 是 你在哪裡? 我在這張桌子 你在這張桌子上 那我為什麼要叫你? 我叫大家做什麼? 我做黑人問好你看 是很快的 好,同學很簡單 做一件事 如果你知道 我是逐個叫名 讀一次這條公式給我的話 請你去檢查室裡看看Y Y代表YES 可以回應嗎? 是 是 要讀一條公式 好了 其他人呢 平平 為何鑑身沒有回應 鑑身 N1SINFETA1等於N2SINFETA2 讀不到嗎? 不是讀不到的 你是沒有聽過我講話而已 阿惠敏 你知不知道我在做什麼 回應了沒有? 你的Y 我回應了 麻煩 阿惠敏 你讀一次給我聽 這條公式 阿惠敏 阿惠敏 說一次而已 有多難說 阿惠敏 突然間又沒有聲音 剛才認我 一叫讀又沒有聲音 阿俊元 你是不是知道我在做什麼 阿俊元 喂 那些人 那這班人 無端端又不回應我 唉 看來 大家回來之後 你記網 全程不要實體 一實體就大波告訴你 我肯定發瘋了 好 來了 我不再等 不再問 浪費時間 整件事 好 我們繼續看 這條公式 必定要認識 去到你死前 都要記得它 去到你 死那一刻 你都要心想著這條公式 因為這條公式 整個課都會用 整個書都會用 NKIV 第二 NKIV 第二 去到這課書的教後位置 你更加發現這條公式是強力的 OK 記住 一是入那邊 二是出那邊 OK 記住一和二的分別 行不行 好了 其實 立刻看小測試 立刻看小測試 這裡第二條 我跟大家看看 我會怎樣做 在DSC試過的 它不是叫你按數字 它不是叫你按數字 而是叫你寫個答案 哪個才是答案 好了 這條題目說什麼 它說如途所示 光線 它由水進入玻璃 要不要害怕呢 不要害怕的 記住 我沒有學過水進入玻璃 我只學過空氣進入一個煤界 其實沒關係的 這條公式最強力的地方 N1和N2 只要你知道入和出就足夠了 看著 它就說 求水和玻璃 它告訴你水和玻璃的折射率是這麼多 求 我要怎樣做呢 看清楚 公式 N1 Side 1 等於 N2 Side 2 OK 好了 公式代數答案這三步 我們就要做 N1是什麼 N1 留意 N1是入那裡 入那裡是水 水的折射率 就是1.33 所以我就放1.33 浪費多少度 放50度你就死了 放50度即死 為什麼 因為入射是這隻角 40度 所以 接著就是 Side 40度 OK N2 我們知道嗎 題目給了我們 N2 就是1.5 Side R 寫不寫得到這條公式 寫不寫得到 阿波龍合手 很簡單 應該沒有難度 好 留意了 現在問你R 這塊東西 我就在一邊 其實 Side R 應該等於 1.33 Side 40度 除 1.5 是不一樣的 OK 如果你跟著用計數機 你就要浪費負1 這樣的情況 好 所以 按完計數機之後 Shift Side 就是浪費負1 浪費負1 1.33 Side 40度 除1.5 就應該等於R 這個 答案 就是B 測試50度 咦 不是啊 90 90 加50 對 浪費40 但不是啊 咦 沒了這個答案 求Side 求Side 不是R 所以這句話 不要理他 求Side Side 1.33 90 以來40 90 所以答案 就是A 跟不跟 難不難做 公式代數答案 這部分最容易得分 但是 因為去到後面 有些複雜的個案 也想你處理 所以 留意 我先插 這裡 不用儲存了 好了 到了這裡 一樣的做法 是不是 這些情況 全部都是這樣 這些事情 全部都是在問這些事情 好了 今天一個工作 我不收了 OK 回來 很多機會做功課 沒有了 我一會兒還是放上Google Classroom 一條而已 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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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不見到 我需要你們一會兒 今天或者這一兩天 將第五條先處理 行不行 先將第五條處理 那如果一會兒 他的浪文的網頁正確 就截回圖 放上Google Classroom 那如果不行的話 我再跟大家說說 那個情況如何處理 OK 好了 當你這裡最基本的情況解決了之後 我們下一課 下個星期一 就麻煩大家 打定精神 因為我們學完這課 最重要的一件事 OK 整課就差不多完成了 統測也考到這一課 好 今天最後的時間